我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姜黄 焖烧羊排有什么样的颜料 有蒜头 还有辣椒 柠檬 姜 老姜 罗平亲手下厨要做姜黄羊排 先把几样香料切碎丢进食物调理机 不过在打沉泥之前还有一样秘密武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姜黄 很多人是用一茶匙 但是我是用一茶杯 把腌料打好铺上羊排 放入优格 淹了一个晚上再拿去煎 还放入自己种的迷迭香 防疫在家亲手做料理 还能兼顾补身体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姜黄 它是一个可以增进免疫系统 然后增强力抵抗力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所以我这次特别选用了姜黄 来跟羊排做一个搭配 其实不光是罗平 包括艺人蒋伟文也开直播下厨 要做椰浆咖喱鸡 食材超讲究 我们来做这道咖喱鸡 第一件事要做就是 先把洋葱 我切得很细了 把洋葱先把它炒香 然后放一些大蒜 我们现在就把咖喱粉加进去 像是大蒜 洋葱 咖喱 都算是十大防疫食材 其他包括南瓜 花椰菜 蛤蜊 糙米 优肉乳和坚果等等 医师也说要均衡饮食 才能维持好体力 第一个就是要高纤维饮食 好 再来就是我们要足够蛋白质 重点是辛香料一定要常用 我会建议直接把这些辛香料 对身体有益的拿来入菜 辛香料增强免疫系统 提升生理机能 食材容易取得 防疫期间自己下厨 想对抗病毒 不如从食补开始着手 TVBS新闻庄权神奖合同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